生物系辅导员陈自金的办公室门口,将于把准备的说辞又默念了一遍,再次摸了摸怀揣的两条中华烟,才推门而入。 陈自金背对他,歪着脑袋坐在椅子上,他喊了声,陈老师。 陈自金纹丝不动,将于纳闷地走近,带他探头一看。 啊,只见陈自金箔上被割了到深深的口子,红白的肉参刺地外翻着,整个前胸和脚下全是风干了的乌黑血迹。 他嘴上还贴着黑色胶带,两只手臂被反捆在椅子背上,肩膀上披了一件黑西装外套。 外套挂在椅子背外,挡住了被捆绑的双臂,从后面望去,就好像靠在椅子背上睡着了。 定月一观齐去,看尽天下稀奇事。 整个四层楼,只有四间办公室,另外三间是任教老师的教研室,除了开会,平时很少动用教研室。 他疯跑向三楼,挨着拍打教务主任、教学秘书和院长助理的办公室门,哀嚎声传遍走廊,死人了。 陈老师死了,很快,警笛呼啸而至,围观的学生把生物楼围得水泄不通。 辅导员死在办公室中,死前被捆绑虐待,恐怖的消息像瘟疫一般,很快传遍了整个校园。 女老师都变得战战兢兢,一到下班的点就逃逝地离开办公楼,不敢耽误片刻。 那些不得不来办公楼处理事务的学生干部,再也不敢孤身一人前来,总是叫上几个同学作伴。 当地一家媒体,很快就添油加醋地把案件公布到了网上,一时间舆论纷纷。 二,二,审讯室中,刑警白济正在审问江宇。 那天早上,你去死者办公室干什么? 那天警察已经问过我了。 我说了,我找他是想问问我入党的事。 江宇的情绪有些焦躁,空机的审讯是传递给他一种恐慌感。 白济点点头,紧张是正常反应,看得出这孩子是头一次来警局。 他换了种舒缓的语气,你别紧张,叫你来,是想多了解一些情况,说说你对陈老师的了解吧。 比如,他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产生过矛盾? 江宇宁着眉思考的片刻说,陈老师平时看起来很随和,和领导关系也不错。 去年刚被提拔为团支书,就是对我们这些学生。 对你们这些学生怎么样? 我也说不好白济注意到,江宇下意识地握紧了手,表情有些尴尬。 他对我们这些学生干部总是忽来赫去的。 有人跟我说他爱收学生的礼琪时,其实我那天也是想去给他送礼的。 入党的是,他已经多次跟辅导员沟通过,可陈自津总是支吾着不表态,别班的班长大三上学期都入党了,只剩他一人拖到了现在。 眼看明年就要毕业了,入不了党,就会影响他报考公务员。 最后,还是别班的班长好意提醒他,说陈自津喜欢收学生的礼。 江宇这才猛然醒悟,怪不得自己不讨陈自津喜欢,原来是自己不会做人。 所以,他才会出现在陈自津的办公室门口。 报案那天,确实有警员看到江宇带了两条中华烟。 江宇走后,白济走进刑侦艺科办公室。 小赵,监控查得怎么样了。 一个年轻女子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白队,你来看。 他歪着身子,招呼白计,画面显示,八点十分的时候,有个男生进了生物楼,八点十七分,他又离开了,看他动作,出来的时候是有些慌张的。 不过,生物楼只有门前和大厅里有监控,各层走廊中并没有监控。 所以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进过死者的办公室。 查查他是谁。 下午带过来见我。 是,白队。 小赵站起来,打了个敬礼,白计不由地笑了。 小赵来公安局工作已经快两年了,却还保留着在警校读书的一些习惯。 监控中,男孩的面容看得很清楚,找到他并不是件难事。 下午四点半,小赵把生物医学专业大三学生李刚带进了审讯室。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白计盯着李刚问。 李刚的神色有些慌张,他先是摇头,后又点头。 八月二十三号早上,也就是昨天,你在死者陈自尽办公室干了什么? 白计追问。 没有,我没有进陈老师办公室。 李刚辩解道。 发黄。 你大概不知道吧? 生物楼四楼上周新安装了摄像头,监控看得很清楚,你进了陈自尽的办公室。 四楼上并没有安装摄像头,只是白计看李刚神色慌张,他决定炸炸李刚。 李刚瞪大眼睛望着白计,嘴巴半张着,那意外的神色似乎在说什么时候楼道也按上了监控。 他闭上嘴,咽了一口唾沫,似在思虑该如何回答。 白计一拍桌子,怒声吼道,你还想撒谎? 李刚哆嗦了一下。 他慌声说,我是进陈老师办公室了,但人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看见人死了,为什么不报警? 我,我有苦衷,我怕学校会查我李刚声音颤抖,眼里净赚起了泪花。 李刚说,陈自津死前一天的下午,曾给他发信息,让他第二天早上来办公室,填一张贫困生资助金领取表,填完那张表格,第二天资助金就会打到他卡上。 鲁南大学每年都会分配给各系院几个贫困生资助名额,每生每年补贴一万元,而贫困生的认定主要是由系辅导员说了算。 大多数辅导员都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全系学生投票选举出贫困生,并且贫困生还要提供真实可靠的证明材料。 可情况,到了陈自津这里,却变了味道。 陈自津经常借着评选贫困生,选学生干部,入党等室友,向学生暗示收受礼金,那些不开窍的学生,总是被他以各种理由卡下,只有能给他带来切实好处的学生,才能获得竞选平优的资格。 李刚之所以能顺利申请到助学金,是因为他亲口承诺,在领到助学金后会,将一半的金额打到陈自津的卡上。 听到这里,白记感到很吃惊,他没想到身为辅导员的陈自津竟如此大胆,但他依旧不动声色地倾听着,生怕表情的异动会打断李刚的叙述。 李刚说,那天早上,他去找陈自津,竟意外发现陈自津被人杀了,他非常惊恐。 当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出去喊人并报警,可是,瞥见办公桌上的陈自津的手机, 李刚突然想起,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曾多次在短信和微信上和陈自津聊过助学金的事,陈自津还在微信里指点他如何回家乡制造假的贫困证明。 他也多次给陈自津发信息,保证在拿到钱后,会分给他一半。 假如自己贸然报警,那么警方在查看死者手机时,会不会看到他和陈自津的聊天记录? 这些聊天记录,如果被学校领导知道,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在焦躁和恐惧的双重夹击下,来不及细想,李刚颤抖着手,把陈自津手机上和自己聊过的有关助学金的信息都删除了, 然后慌慌张张跑出了生物楼。 白叔叔,我当时太慌了,意识昏了头,我怕学校知道以后会把我开除,我是复读了一年。 才考上的大学,李刚竟捂着脸哭了起来。 既然知道考大学不容易,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做这种投机倒把的事,你以为这是小事吗? 你们这是诈骗,是犯罪。 白季提高了生意,语气里是恨铁不成钢的愤然。 白叔叔,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校领导和老师,我以后真的再也不敢了李刚说着, 静起身离坐绕到白季面前,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白季心里有几分隐忍,但他还是摇了摇头, 李刚这样的孩子,如果不给他点教训,以后他还会犯下更严重的错误。 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但我必须跟你们校领导如实汇报,我会帮你求情。 我想,他们不会把你开除的,但是必要的惩罚你要承担。 白季蹲下,拽着李刚的一只胳膊,把他拉了起,快起来吧。 别哭哭啼啼的,没点男人的样子。 饭,饭。 李刚走后,白季召集刑侦艺科全体人员,加班开了个会。 这个案子了解了一天了,说说你们的想法吧。 白季报奸,站在会议桌前,凝视着众人。 白队,我觉得我们应该重点查查,和陈自津有业务来往的师生。 比如,那些申领助学金的学生,各班的学生干部,入党人员。 小赵说,白队,我觉得我们不能老是把目光集中在学生身上。 今天下午,我们去学校找李刚时,了解到生物系还有一位叫刘猛的辅导员。 他和陈自津素来不和,有一次两人还差点动了手。 有这种事,那好,明天上午,我会会这个刘猛。 白季又转头对另一名警员说。 明天催催法医科的验尸报告,尽快确定具体死亡时间。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众人摇了摇头。 好,散会。 审讯室里,辅导员刘猛的情绪很激动。 白队长,你这是赤裸裸的偏见。 学体育的怎么了? 我们学体育的就都是没脑子的偏激狂,就因为我看不惯陈自津的行径,我就要杀了他。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看不惯他? 刘猛嘴角一歪,挂上一抹嘲讽的笑意。 陈自津是什么人,领导们可能不了解,我可是和他共事过三年。 他那套坑蒙拐骗,欺软怕硬的嘴脸。 我见得太多了。 别的不说,就说他喝水用的水杯,桌子上摆的蜂蜜,用的落地扇,哪一样不是从学生身上搜刮来的? 照你这样说,陈自津得罪的人可不少啊。 那是自然,不过他得罪的都是地位不如他的人,领导面前他还是很会表现的,要不然,怎么能提得那么快刘猛的语气里,依然满是讥讽。 白记响起,审讯前小赵跟他提过,生物系去年竞选政科级,刘猛和陈自津同时竞选,结果在领导投票缓解,陈自津以压倒性优势胜出,那次评选之后。 刘猛主动向领导提出申请,将办公室从四楼迁到了二楼,从此,两人各自管理相关专业,井水不犯河水。 望着刘猛健壮的体格,白记凝神思索,这个男人会因为这些过节,就对陈自津痛下杀手吗? 待刘猛的情绪稍稍稳定,白记问道,刘老师,冒昧问一下,你爱人是从事什么职业,你们有孩子了吗? 我爱人在检察院工作,政科级,比我干得好。 我儿子都三岁了,正是可爱的时候,刘猛答得很干脆。 白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刘猛快人快语地说,白警官。 我家庭很幸福,绝不会为了点同事矛盾,就去干杀人越货的事。 白记笑了,这家伙脑子倒转得挺快。 行吧,今天就到这儿,有需要的话,我们再联系您,白记站起来,做了个握手的姿势。 临出门时,刘猛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回身提醒白记。 白警官,我听说你们已经审讯了我们两个学生了,都是男生。 你们有没有想过,凶手也许是女孩呢,又或者是女孩的家属? 哦,怎么讲? 据我了解,陈自津不光贪财,他还好色。 几年前,他还跟我们一个女学生在校外同居过。 你说,如果女孩的父母知道了,他们会放过这样的老师吗? 刘猛的话,令白记的眉头不由地凝了起来,他的话不失为有价值的破案思路。 送走刘猛后,白记的思绪又飘回惨烈的案发现场,陈自津被反手捆绑在椅子上,脖子动脉被力气割断,胸前满是血迹。 这样残忍利落的杀人手段,有可能是女人所为吗? 上午11点,法医科送来了验尸报告,陈自津死亡时间是报案前一天的夜间9点到11点。 白记拿着验尸报告,又去了刑侦一刻。 他命令警员重点排查报案前一天的监控,不放过每一个可疑人员。 同时,请政务科人员去陈自津家中排查可疑线索。 4.4.白记办公室,小赵前来,汇报案情。 白队监控显示案发那天,出入办公楼的一共有12人,其中老师7人,学生5人,三男两女。 但是除了死者,所有人在下午7点之前都离开了办公楼。 这些人的身份都已核实,与陈自津有业务关联的是一个叫许悠然的女孩。 她也是这次注学金的申请人之一,不过她没有通过最终的审核。 哦,白记眉头一挑,走,带我去看看监控。 小赵把监控又回放了一遍,下午4点05分,陈自津悠然步入办公楼,大约半个小时后,一个女孩的身影晃到了镜头下。 这就是许悠然,小赵指着屏幕说。 视频中,女孩背着双肩包,看样子像是在找教室上自习,进生物楼前,她手里拎着一只空塑料水杯,十分钟后,她从生物楼走出来,一边走下台阶,一面举着杯子喝水。 看样子,好像是去大厅饮水机那里接水了。 白记把目光从屏幕上一开,用问询的目光望着小赵,你怎么看? 小赵摇了摇头,我感觉不像是她,第一,她没有作案时间,第二,她是残疾人,她走路都一拐一拐的,怎么可能把一个大男人悄无声息地杀了? 白记皱着眉不说话,她把视频又倒了回去,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视频中的女孩走路有轻微的博足。 小赵,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人最难看透的是心,白记这句话既像是对小赵说的,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她有没有作案时间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但目前看来,她是最有作案动机的人。 小赵扎摇着白记的话,沉思了片刻,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她急急地说,白队,我现在就去把她带过来,您亲自问她。 说着她转身就要走,白记白手喊住她,叫大刘带几个人和你一起去,让大刘再把生物楼仔细勘察一遍,重点看看那些监控覆盖不到的地方,比如女侧,一楼走廊的窗户,凶手完全可以趁夜间从窗口爬进去行凶。 小赵笑着拍了一下手掌,白队,还是你考虑得周全。 小赵刚早,白记就接到法医科的电话。 白队,最新一次时间显示,死者死前服用过致昏迷的药剂,我们检测了死者生前用的水杯,虽然水杯刻意被人刷洗过,但是仍然能检测到微量的药剂残余。 白记握着电话,又陷入了沉思,先迷婚,然后捆绑杀戮恩,这就说得通了。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和直觉,白记迅速构思着案发始末。 五,五,审讯室中,许悠然垂手坐在白记对面。 他眼睛细长,但褐色的眉毛弯弯地拢住整个面颊,人看起来清秀又柔弱。 我看过你的申请档案,你是善静家庭,母亲早年因病去世,父亲没有固定工作,靠在城市坐游七公正前,你有个弟弟正在读高中,而且你天生有腿疾,按照国家申领贫困生资格,你完全符合特困条件,但是这次的申报名额却没有你。 对这样的结果,你怎么看? 许悠然来之前,白记欲想了种种话术去逼问他,但是当这个身有残疾的柔弱女孩真坐在他面前,他还是忍不住心生侧隐,询问的话语也不自觉地柔和了许多。 许悠然垂着眼睛说,陈老师说了。 每年的申报名额都是有限的,其他同学也各有各的困难,而且,陈老师已经答应我了,明年他会帮我申请的,主要是我这次准备的证明材料也不太够,许悠然的声音很好听,像月夜下的细水,柔柔的,缓缓的。 据我所知,这次申报的学生礼,有几个经济条件并不是特别困难,比如,比你高两级的李刚,还有和你同级的萧然,他们的消费并不低,偶尔还能下下管子,你就不会觉得不公平,心里没有恨。 许悠然静淡淡笑了一下,他抬眼望着白记,白景观。 我们这样的人,哪有资格去恨别人,能得人庇护,好好活着就不错了。 不知怎的,白记觉得许悠然的那个笑容里,五味杂陈地藏了很多东西,他不叫他白叔叔,而是喊他白景观,这一声简单的称呼,也让白记觉得这个刚上大一的女孩,有着超乎年龄的早熟。 许悠然的沉寂让白记觉得无处发力,他凝视着他,思考该如何把审讯进行下去。 白队,出来一下,小赵探身推门。 白记走出审讯室,只留下许悠然一人。 白队,有重大线索,小赵的神情难掩兴。 大刘他们下午又查了一遍生物楼,实测一楼女侧的窗户很低,只有一米二。 重点是,这个窗户是常年从里面关着的,因为两年前,学校曾发生过一次女侧偷窥狂事件, 有个性变态从女侧的窗户爬进去,偷窥女生如厕。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后来学校保卫处就命令保洁人员,把所有的女侧窗户都关上了。 窗户有打开的痕迹。 小赵瞪大了眼睛点头,窗户虽然从外面关上了,但里面的插销却是开着的。 还有,这是政务科拿来的。 小赵指着桌上的一摞照片说,今天下午,技术部的人破解了死者家中的电脑, 发现里面有个加密文件,这几张是政务科打印的。 小赵蹲了一下,是一些女孩的裸照。 白记拿起那几张照片,眉头一下子锁紧了,照片内容不堪入目, 几个女孩看起来十分年轻。 末底,她拈起一张照片,目光复杂地投向了审讯室。 是许悠然的照片。 照片只截取了上半身,一个男人趴在他身上, 他侧着头,表情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白记把照片丢在桌上,拳头狠砸了一下桌面。 小赵恨恨地说,要我说,这个陈自禁就是败类。 此有余辜,这案子越查越没见。 白记深呼了一口气,他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 透过审讯室的单向玻璃,可以看见许悠然依然垂手而坐, 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像个安静的瓷娃娃。 白记调整了一下情绪,重又走进了审讯室。 许悠然,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已经很充足了。 白记表情有几分凝重,但我还是希望能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 许悠然眨了一下眼睛,长睫毛在脸上垂下好看的阴影。 许悠然,案发那天晚上你穿的那件浅蓝色毛衣呢? 许悠然停了一下,神色平静地说,毛衣我洗了,晾在衣架上, 结果被风吹走了,到现在还没找到。 你当然找不到,因为那上面沾满了鲜血。 白记墨地抬高了声音,许悠然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 我调取了小区监控,最近这一个月你一共去过陈自金家三次。 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晚上九点以后, 而且,案发那天下午,你也去过死者家中。 许悠然咬住嘴唇,脸上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 一个女孩单独去南福岛原家, 一呆,就是四五个小时白记觉得自己的询问有些卑鄙, 但她不得不步步紧逼,说实话, 我很好奇,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很显然,这句询问激起了许悠然的不堪回忆, 她眼瞼低垂着,睫毛上却泛起了泪光。 看得出,她在努力克制, 但奔涌而来的情绪瞬间就将她击垮了。 她突然浑身颤抖, 捂着脸痛哭起来,和刚才的平静盼若两人。 她是个畜生, 怕该死, 我恨不得把她千刀万挂。 白记本来担心, 如果许悠然拒不招供, 那她恐怕要用那几张不堪的裸照来逼问她, 但现在看来是不必了。 她像是卸下了千金重负, 重重呼了一口气, 她实在不忍心用如此残酷的手段 去逼迫这个可怜的女孩。 白记走出审讯室, 对小赵招了下手, 你去给她录一下笔工吧。 她的语气里并没有破案的喜悦, 反而带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凄凉。 六 六 许悠然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善情家庭, 因为她的出身, 因为她的先天残疾, 从她记事起, 周围人的鄙视和漠然就如影随形。 每次受了委屈, 父亲总是安慰她, 闺女, 好好学习, 等你考上大学, 离开这个破阵子就好了。 所以, 她憋着一口气发愤读书, 她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 到一个崭新的城市过一种崭新的生活。 拿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 她高兴坏了。 一张普普通通的二本证书, 在她眼里, 却像是通往无限美好彼岸的入场券, 那些欺负她的孩子。 无一例外, 都没有考上大学, 他们嫉妒她, 见了她总要露出鄙夷的神色, 那样子仿佛在说, 考上了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穷得叮当响, 还不是一样走路一搏一搏。 她却不再难过了。 那些天, 她夜里做梦都甜腻腻的。 海城, 多美的滨海城市, 还有大学, 那可是代表着自由和活力的居所。 还没开学, 她的心就已经飞向了海城市。 然而, 开学的头一个月, 她就面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 贫困生助学申请。 自从知道她申请了助学金, 同宿舍人看她的眼神, 似乎更多了许多怜悯。 一个摄友看到她在家庭关系一栏里, 填了兄妹三人, 不由感叹。 泽泽, 你说你家庭条件都那么差了, 你爸妈还生那么多孩子, 他们是怎么想的呀? 也许, 摄友并无恶意, 但这种口无遮拦的表述方式, 还是让许优然觉得尴尬不已。 她把助学资料背起后, 交到班尾手里。 初审是学生班级投票, 她顺利通过了。 有一天, 快下班的时候, 辅导员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辅导员长得高高瘦瘦, 三十出头的年纪, 人看起来很斯文。 她说, 悠然啊, 你的材料我看了。 你的情况确实比较困难, 但是今年申请的人不少, 名额又有限。 她天真的问, 那怎么办?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操作一下, 陈自金像想起什么事的说, 哦, 对了, 你跟我回去把审核材料搬过来吧, 昨晚在家审到十二点多, 今晚, 我得在办公室加班录材料, 今年申报了五十多个学生呢。 资料多得报不动, 徐优然不宜有他, 坐上陈自金的车, 跟他回了家。 一进门, 陈自金就把拖鞋脱了。 他指着沙发说, 坐。 徐优然听话地, 乖坐在沙发上。 环顾着房间的精美装潢, 柔软的真皮沙发上铺了洁白的布丹, 泛着冷忧光泽的大理石茶几显得很高档。 他其实是在借环顾的动作来掩饰内心的紧张。 陈自金端过来一杯水, 紧挨着他坐了过来。 徐优然书得绷紧了身体。 陈自金突然捉住他的手, 悠然,老师喜欢你, 老师会好好疼你的, 注学金、奖学金都包在我身上, 大学四年你什么都不用愁了。 他挣扎着想把手抽回来, 陈自金却把他压在了沙发上。 徐优然尖叫着大喊, 但很快。 尖叫声就变成了悲怯的无业。 一个月后, 审核名单出来了, 徐优然并不在其中。 他愤愤地去找陈自金理论, 陈自金却将几张裸照递到了他手中, 照片是经过剪辑的特写, 他裸着上半身躺在雪白的沙发上。 客厅的墙上装有摄像头, 他曾用这种手段胁迫过好几个女学生。 你说, 这种照片要是放到网上, 学校会不会把你开除, 你家里人看了会怎么想, 陈自金皱眉惺惺作态。 他怒目望着他, 指甲在掌心扣除了血痕。 从小到大, 过往的种种像电影的快镜头 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那些嘲笑, 鄙视的面孔在他脸前晃着, 还有无数次尊严被践踏的时刻, 陈自金无耻的嘴脸。 他的心像被一只残忍的手 无情地蹂躏。 这就是他憧憬已久的大学生活, 真是无比讽刺。 他脸上还挂着泪, 嘴角却忽然挂上了一丝细血的笑意。 他想要的不多, 只是想简单地活着而已。 然而, 这对他而言, 竟也是如此的艰难。 那一刻, 突然就不想挣扎了。 或许, 杀心就是从那时候起的吧。 陈自金换了副嘴脸, 握住他的手安慰道, 悠然啊, 只要你好好的。 我保证, 明年的朱学金一定是你的, 我是真心喜欢你, 想长久地跟你在一起。 后来, 陈自金又叫过他几次, 他都如约而至。 陈自金沾沾自喜, 却不知死之将至。 案发那天下午, 在陈自金家中, 临走时, 许优然把从网上买来的 致昏迷药剂 抹到了他随身携带的水杯上。 陈自金开车把他送到学校, 就去了生物楼, 而他则在半小时之后 也进了生物楼。 切! 切! 他知道生物楼前有监控, 接水只是障眼法, 他进了女侧, 提前把一楼女侧的窗户插销拉开了。 那天晚上, 他从窗户爬了进去, 保安已经关门离开了, 整个空旷的办公楼里 只有他和昏迷的陈自金。 捆绑陈自金时, 他并没有感到恐惧, 浑身每个细胞 都被复仇的快感激活了。 他把陈自金捆绑好后, 又用胶带缠牢了他的嘴, 他缠得很紧, 几乎用掉了大半卷胶带。 然后, 他就搬了把椅子 静坐在陈自金对面, 等他清醒过来。 十点半的时候, 陈自金终于醒了。 他看到许悠然坐在他对面, 手里握着刀, 抱胸冷眼望着他。 他本能地想动, 却发现手脚都被捆绑住了。 巨大的恐惧袭来, 他睁圆了眼睛, 却发不出声音。 许悠然慢慢站起来, 刀子一寸寸缓缓缔进他的脸。 天啊! 他发现自己无比享受这个时刻。 那双细长的眼睛如猫咪般咪了起来, 许悠然的笑容绝美而诡异。 他划刀的动作干脆凌厉, 鲜血冒着热气喷了出来, 陈自金最后的时刻痛苦不已。 比露用了两个多小时, 许悠然又恢复了瓷娃娃般的安静神色。 就这些, 小赵鼻子酸涩的和尚比露本, 他抬眼望着许悠然, 努力克制住想要流泪的冲动。 许悠然轻轻点了点头, 他伸出一口气, 嘴角上扬露出一丝凄凉的笑, 其实, 我并不后悔。 望着眼前那张惨白的脸, 小赵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晚安,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